各位,這裡有一封公開的聲明 我和大家讀一讀,跟進一個講我的看法 這個是有關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段崇志教授 在2022、204、26日 當時中大的校董會通過了 和段校長繼續續約的安排 但社會上有很多人對這個結果 是表達了非常之不滿 因此中大做了以下的聲明 中大說段教授續任的安排 是根據中大沿用很多年的程序 為了續任校長、常務副校長 和各個學院院長等高級教務職位時 的固有程序,肯之有效 也為國家、本地和國際大學 採用的續聘程序一節 事實上,歷任的中大校長 包括段教授 都是經過競爭激烈的全球公開招聘程序 最後由校董會聘用 鑑於現在的校長最初是通過了 廣泛招聘程序或得聘任 如果校方和現校長雙方都同意的話 校方就無需再次展開廣泛招聘程序 這個做法也是廣位接受的 段校長的第一期任期 將會在2023年底屆滿 有些個別的校友質疑校方 為什麽要在任期滿之前 18個月要做出續約的決定 有關言論並不合理 若校方和現任校長未能夠續任達成 共識校方就需要展開全球招聘程序 這個找校長人選 根據中大和本地各個大學的過往經驗 新校長大約要12至18個月才找得到 段校長就在學術界享有國際的名譽 對於高等教育學術發展和領導貢獻良多 中大一個領導之下 國際學術地位顯著提升 為未來發展制定了高尖遠足的五年策略計劃 帶領大學貢獻香港國家和全球社會 是嗎? OK 繼續讀 考慮到要探討段校長是否有意續任下一屆 既定情緒隨即展開相關討論 在2021年夏天開始 去年已經開始了 在2020年1月正式提交給大學的校董會 校方在確定段校長有意續任後 在同年3月在校內展開廣泛的諮詢 校方一共舉行八次持份者會議 參加了包括校友、教職員、學生、觀理層 和校頂會成員的代表 持份者會上就校長的領導表現 和對中大策略發展方向做坦誠的討論 參考了段校長過往成績 和他秉持中大傳統 和實踐了大學校份博文約禮的承諾 對他的續任表示積極支持 之後段教授在校董會一次特別會議上 擅述他的願景 在續任後如何帶領中大再創高峰 校董會為了一個由時任校董會主席、副主席、師傅 和校教職員服務的規則 委員會主席組成一個特別委員會商討 特別委員會在商討之後 向校董會建議續聘段教授為中大校長 雙方同意任期為三年 討論段教授續任安排的會議是校董會的例行會議 會議日期早在2021和2022年 學期開始時已經公佈了 現任的校董會主席、查映超教授 亦都回應說中大校董會已經遵從嚴格 而且完善的程序處理 校長續任安排 亦都向中大社群進行廣泛的諮詢 查教授期望段校長能夠領導中大 繼續在研究和知識傳播上 歷俊卓越表示 我深信中大家將會繼續擔當先鋒角色 智力推動全人教育 確保新一代年輕人具備良好技能和價值觀 造福人類 我期望與港大持運者作人交討論 就中大如何發揮更大的貢獻 共同建設未來方向互相交換意見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這篇聲明 我覺得這個聲明裏面 有一些事實上是錯誤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中大的校譽在段松志手上 不是升了 是跌了 在各國際認可的大學評價之中 中大是跌了 而且跌得不少 一個主原因就是什麼呢 中大成功地培養了一批黑暴出來 亦都成功地將中大變成一個冰工廠 因此獲得一個世界知名的黑暴大學的名稱 這樣的名稱 自然使到學校的聲譽下降 亦都使到中大的畢業生 將來在要求就職或其他方面發展 是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 這是事實 這不是努業作的 因此 這個聲明裏面 說到段校長有很多貢獻 大領中大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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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全部都是虛擬 全部都是不顧事實 而作為一個大學的董事會 董事局的董事 在事實上不能夠澄清正確 實在使人非常遺憾 段校長除了懂得包庇一些說謊的學生之外 我指的是吳奧雪 她說謊 說她自己在新屋嶺受到警方的盛侵 後來第二天在香港電台表示 不是她 她聽聞而已 到去年在法庭上已經裁判了 是有人惡意傳播謠言 在事實證明之後 段崇智校長並沒有因此向香港市民和警方道歉 原因是當時她偏袒了吳奧雪 當時她向警方說要追究責任 現在我想是時候香港人向段崇智追究責任 這是事實 說中文大學除了在學術地位下降之外 中文大學所受到的捐款也是急劇下降 這個急劇下降會導致中文大學很多的各種研究發展 是受到非常大的阻力 這個不是一個大學校長領導大學可以更進一步的情況 作為大學校長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責任 第一個責任 第一個責任 維護好大學的校域 使大學的大學生將來出來的社會 無論是以前的畢業生或未來的畢業生或現代畢業生或 有一個公平的環境可以尋求一個正常的服務條件 但是很可惜在段崇智大領之下的中大 大部分學生已經失去了這個公平競爭的情況 因為上糧不淨下糧歪 他搞出學生整代人在段崇智手下毀於一旦 中文大學校名也在他手下毀了一大部分 這是他的第一個責任 第二個責任是為人師表 組一個榜樣出來 一個做一個正正當當 有正義感 道德非常支持別人送禁 受別人尊重的學者 一個有風骨 有正義感 知道黑白 知道對錯 能夠新教 讓羅先生知道 要成為一個 在社會內 手法公正 有道義的一個市民 他做不做到呢 記得在中大的二號橋 被暴徒佔領 扔一些雜物到套路港公路 幸好那次事件沒有搞出人命 套路港公路時速可以走到一小時一百公里 一個物體 由空降下來 由天橋打下來 如果打正行駛之中的汽車的話 這是一個高速撞擊 司機 連人帶車 造成生命財產損失 非常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 警方要佔據二號橋 保證套路港公路是安全 但段上之一 做了什麼 他的做法 是有一班黑暴 拿著汽油彈在他後面 做撐腰 去跟警察講訴 只是因為這件事 警方應該已經可以起訴他 我也希望 香港警方和律政司 將他起訴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有什麼可能 繼續留任 做中文大學校長 但妹妹 不知道什麼人 在什麼時候 進去中文大學 佔據著一些重要職位之後 就罔顧這些事實 他們不是為中文大學撤想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撤想 全心繼續破壞中文大學校園 和未來和以前 現任現界的畢業生的前途 我真的很希望 將中文大學這個所謂董事會 換掉它 因為這不是一個 合法合理的董事會 是 谢谢大家